好 現在這個Project 2呢 換到另外一台車 這是M5 那M5跟我那530呢 有幾個地方不一樣 第一個這個車是06年的 那個車是08年的 那06年的這一款車子呢 當然根本也沒有藍牙 然後呢也沒有AUX-IN 當然沒有AUX-IN呢 可能這個車當著日規車的時候 並沒有選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除了說螢幕上 它本來就沒有AUX-IN這個選項之外 我們看到這個地方 跟剛才530同樣的位置 它除了這個不是核桃木之外 我們可以看到 它上面很多這一個 你看這個看就知道是Option的 這蓋子可以挖開來 可能又是一個某某叔叔 不知道什麼東西 這挖開來 這挖開來 這1234 有四片可以挖開來 我們先挖開來看 裡面有什麼東西好了 好 我們現在翻過來 好 翻過來之後 可以看到 就我剛才前面講的 你看這兩個剛好就是 點驗器的嘛 中間這個綠的是正墊 旁邊這個灰紅的是負墊 它這個小的是電燈 是電燈 好 那我跟妳講 你看那SPEAR的蓋子 你看每個都可以挖開來 好 你看可以挖開來 挖開來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就可以來做工作了嘛 對不對 好 我們看齁 我手上的 也就那天我講說 要準備工作的兩條線的其中一條 好 我們看看 我們不是講說淘寶網真好嗎 對不對 好 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說呢 我這部車當買來的時候 我發現沒有AX IN 那沒有AX IN的話呢 我是請我們的P爺 當時我不是講說 把這個軟體 從日文版 改成中文版 然後呢 收音機從日文的頻道 改成台灣的頻道嘛 就是可以收 同時也做了另外一件事情 這一般是要收費的啦 但是這個P爺 因為跟我關係好 它這部分沒有charge我錢啦 就順便要用它那個所謂工程版的電腦 把我這一個原廠音響的 AUX IN的這個功能把它開啟了 也就是說 我在螢幕上的選項 已經有AUX IN了 但是呢 我原廠該講了吧 你看 它並沒有插孔吧 你有AUX IN 但是呢 音源並沒有進去 好 這個要怎麼辦呢 就要買這一條 在淘寶網上買的 好 你看 這是一條線喔 一條線嘛 好 一條呢 你看 這個就是 這個耳機孔可以插的頭 OK 就是跟我剛才講 那個原來530的原廠 那個頭是一樣的 好 另外一條呢 另外一條你看 好像長這個樣子喔 因為這是專門FALL FALL這個E60的原廠音響 你把音響撥開來之後呢 它後面主機後面有一個插頭 就是預留的 這樣一模一樣 就這個插頭 插上之後呢 它就會從那邊讀取 AUX IN的音源 只要你螢幕選了 AUX IN 有這個插頭的話 音源就會進入了 就跟530一樣的意思喔 好 所以我這一頭 待會把音響拆開來之後 從後面插進去 那另外一頭呢 就是這邊嘛 把這個蓋子呢 抓一個洞 把頭露出來 這樣的話呢 我就可以做成 透過這裡就可以輸入音源了 那當然 藍牙怎麼辦呢 那就跟剛才530講的 是一樣的嘛 我在後方這個地方 再把線撥開來 把這個藍牙 藍牙音源從這邊並連 一樣 電源從這邊取 就變成 兩個車呢 都有藍牙 加上呢 這個AX IN的音源了 多讚啦 來開始施工吧 好我們看 E60的這個音響 要怎麼樣拆 其實你看 哇 看不到半顆螺絲耶 其實是有些美角的啦 你要拆 基本上就是要一個 一字起 最好這種輕薄一點的 然後呢 把這些核桃木的飾板 開始一個一個挖起來 不要挖壞喔 所以呢 我都會建議啦 除非你有特殊工具 如果沒有的話呢 就拿個電火布 把這個起子 包一下 好這樣子會避免 待會在施工的時候呢 可能會把這個核桃木飾板 給挖壞掉 好 首先就是這一條 好這條挖起來 就會看到一些螺絲 那挖的話也一樣 它背後是有一些插片 有平均的插在裡頭 所以當然也不能說 一次從一邊整個挖開來 一定是一邊挖一點之後呢 中間再挖一點 旁邊再挖一點 每個地方平均施力 慢慢慢慢把整支拿起來 好我們試試看 好我們從這邊先開始 好 首先這個地方 你看我剛才包過膠帶的這個 從這個地方縫隙 它這一邊是軟的 這一邊是硬的 所以稍微往後擠 好然後插進去 好插進去之後呢 慢慢往上扳 這很慢 要很慢 好看縫隙慢慢開一點了 好開一點這樣就好了 好再來往這邊 好再往右邊慢慢過來 好一樣好左右左右慢慢的往外拉 好 很慢很慢 很有耐心的齁 不想把內裝挖壞掉的話 就是要很慢很慢 除了慢也沒有別的方法了齁 好這樣子齁 我們看喔 好風管起來了齁 我們看這底下 好這裡我們看齁 因為風管這裡有一個停車燈 跟中央控鎖嘛 這背後呢有個插頭 這差不多要把它取掉 好取掉 好這個風管 好連飾板就拿起來了齁 你看好法無傷齁 龐德果然是全台最曬黑 好我們看這個上面風管拿掉之後 是不是你看已經有螺絲開始露出來了齁 像這兩支大支的這個 好跟這個 這個是你要把整個儀表盤總成齁 整個拆的時候呢 就是拆這個 後面是鐵架 但我們現在沒有嘛 我們是要拆中間這個 包括這冷氣面板 音響齁 這一部分的時候呢 就拆這個黑色的 這個公牙螺絲就好就好了 好我們先把這個拆了 好拆了之後呢你看 已經有點鬆了齁 那顯然下面還有還有螺絲嗎 螺絲在哪裡呢一看 沒有一定是這個板子 好擋住了齁 一樣把板子挖開來 好用起之後慢慢往外搬 好你看這一樣齁 從兩邊把它挖開 這邊已經挖開來了齁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好看見面板就起來了齁 好 那這個我們主要是要音響的部位嘛 對不對齁 這個部分我們要翻過來 或者是我們把後面插頭拔掉 整個拿掉好了齁 這樣比較好比較好看 好這個是空調的部分 好三個插頭 好這樣就起來了嘛 好這是冷氣空調控制器 好後面三個插頭 拔掉這個就拆掉了 好現在我們今天這個project主要處理 也是冷氣這個音響的部分 好我們看這款線型的齁 下面這個不是 下面這個是這個 座椅加熱 PDC 太壓偵測器 座椅加熱 這個不管放在原位 這一台呢 就是E60的音響主機了齁 好我們看四個螺絲把它拆掉 好這你可以抽出來了齁 但是你看哇 M5的排檔頭耶齁 好這多麼一個需要好好呵護的東西 所以我把我女兒的襪子拿來齁 把它抱住 好這個呢 如果說你很怕在排檔頭弄壞的話呢 其實這個地方整個布蓋起來最好啦 因為我是手手嘛齁 我覺得這個部分蓋都應該就可以了齁 以免等下這種東西刮到你的內裝齁 好我們把它抽出來 好你看看我閃口沒有碰到齁 那有時候不小心真的會碰到齁 好我們看背面 好看 好這個音響抽出來之後齁 它這個主排線後面呢 主排線後面有好幾個插頭 那我們買來的時候呢 這個訊號線是白色的頭 但實際上齁這個 依機種不同啦齁 像以這個機種呢 其實正確的應該是黑色的頭 也就是這個後側的左側 左側這一邊齁 這一個頭 那這個頭呢把它拉起來之後呢 你必須把這個外殼做分解 分解之後呢 裡面的PIN角齁 千萬要記得啦 主要是278 278 這裡頭呢 2號 2號是 左深道 7號是右深道 而8號呢 是地線 好這不要接錯齁 2跟7是左右深道 然後8呢是地線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線呢 它的黑色的線呢 插到第八孔 然後呢 這個白色跟紅色呢 就各插在第二孔和第七孔 插好之後呢 再把它插進 原來的這一個孔位 就可以開始聽聽看有沒有聲音了 好 要把這個線頭撥開來呢 這個地方齁 有一個PIN 把它撥開來之後呢 往外扳 好就可以退出來 好 退出來之後 你可以看到這個PIN角 PIN角的定義嘛 好 這是 1到7 然後呢 8到16 好 那我再重複一次齁 它原來的這一個第一角 好 第一角已經插了一個紅黑 那它的第二角呢 隔壁這一角呢 就是我們的這個 左右音源的其中一邊齁 你插右或左都可以啦 然後呢 對向的話 對向第一孔 好是第七PIN 第七PIN呢 就是我們這個音源線來的 好另外一個聲道 你剛才如果紅的是右的話 現在白的就是左 然後第八孔 好第八孔 是接地 好是黑的 好就是我們耳機孔的那個 最最寬的那一點 好就是地線 所以 負正正 好這不要弄錯 弄對之後呢 把這個PIN 好推到底 好一定要推到底 因為到時候這個 外面這個 滑套進去的時候 中間是插PIN在這東西頂住的 好把它推回去 好這樣就好了 那裝回去之後呢 再把它擦回原位 好那現在照理說呢 我剛才插進去這個AUX IN 我這地方現在插入這個 耳機孔的音源的話 我應該就可以播放音樂了 我們現在試試看好了 好這條是剛才後面的這個音源輸入 好這邊是這個 它的 這邊是它的母頭嘛 然後呢 我們這地方呢 先用這個 手機 模擬手機出來這個公頭 把它插進去 另外一邊呢 當然就是手機 好主機的部分 轉從原來的FM改到外接音源輸入 好 好有聲音啦 好 好 現在音源呢 就已經完全進到這一個 所謂外接音源的部分了 好 記得那三拼腳呢 不要插出應該就OK了 好那這個Project呢 在我的N5上面的動作呢 基本上做到這邊呢 已經是目前跟我那個 530是同步了 也就是說呢 160如果說 原先就有AUX IN的話呢 那就很簡單 從原來AUX IN的這個音源呢 並連一個輸入端 好 讓藍牙可以輸入 然後藍牙接收器呢 給它12V電 好 就OK了 那如果你的原車是沒有AUX IN的話呢 就必須先用工程版的電腦 這可以找這個 問音響電腦 都有這樣的服務 好 把你這個原來 這個主機的AUX IN 外接音源這個部分的功能開啟 開啟之後呢 再用我剛才講的那個步驟 把這個音源的Input 輸入之後呢 就可以播放你的外部音源了 要不要試試看呢